为了遏止酒驾 法务部除了考虑提高这个行动 修正刑事诉讼法当中关于预防性羁押的规定之外 现在还打算建议内政部来修正社会秩序维护法 把二度酒驾纳入居留的事由 也就是说呢 未来酒驾在犯者不管有没有肇事 都可能先被居留 为了有效遏止这个二度酒驾的情况 法务部更进一步打算建议修订设委法 把酒驾者居留在警察局 也就是说呢 一旦修法通过 未来警方在查获酒驾犯罪的同时 就可以同步向法院申请裁定居留 居留时间最长是三天